年仅39岁被封为俄罗斯版马斯克的亿万富豪杜洛夫 是社群网站telegram的创办人 现在却无预警遭到法国反诈骗办公室给逮捕 杜洛夫年轻多金但是作风神秘鲜少露面 他所创办的telegram在全球有9亿活药用户 现在被法国指控平台监管措施不足 导致洗钱诈欺等犯罪猖獗 但是telegram也发声明反驳 表示平台遵守欧盟法律 而且杜洛夫所作所为毫无隐瞒 俄罗斯更指控这是政治迫害 批评法国对俄罗斯的抗议已读不回 俄罗斯议员反批法国所说的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怀疑这一切都是针对俄罗斯的政治报复 在进行言论管控的俄罗斯议员却批评法国逮捕杜洛夫 代表欧洲言论自由已死 而马斯克也在X平台上连发三次法文的自由一词 似乎就是在声援杜洛夫希望法国尽速将他给释放 但由于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 有可能转交检查机关或是延长拘留 势必又会让法二之间外交紧张再次升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